大家有看过大同电锅的米杯 对不对 这个是台湾必备家庭 就是我们把一般煮熟的蔬菜 放在那个米杯里头 我们会建议希望一天能够吃到 就是二到三杯的米杯的蔬菜量 这是一个健康的 一个摄取蔬菜量的方式 但是大概台湾 其实一个便当有没有 其实我曾经装过 好多个不同的便当 大概一个便当的蔬菜量 不到一杯的米杯 对 那有时候 比如说你可能今天早上 不可能有青菜吧 对 那有时候晚上 可能就是一个馄饨面 然后或是一个牛肉面 然后那个病人都会跟我说 我有吃到青菜 我说什么青菜 他就说那个牛肉面里头的青椒菜 我说那不是一片吗 他说营养师 我以前都不吃青菜 我说好好好 特别男生都很不喜欢吃菜 对 但是就是说我们对于 说食疗 就是蔬菜就是叫做 一个食物治疗的方法 那他也要剂量 那剂量的话 就大概就是大同电锅的米杯 就是二到三杯的蔬菜量 总之一个便当的蔬菜量都不够 不够 要那个分量的两到三倍才可以 对对对对 包含水果吗 水果的话就是 令计 令计 对对对对 水果是令计吗 我是帮大家 水果是令计 我只是站在那三杯里面 他其实就是 他的算法就是五七九这样子 就是说小朋友五份 然后女生七份 男生九份 那我就简单就是那个份 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大同电锅的米杯 一杯就是一份 这样子的概念 那小孩子我会比较修正版本 小孩子我会用那个五份 叫做小孩子五个拳头 因为每个孩子 就是年龄不同的时候 那个拳头大小不同 拜托你要叫一个两岁的小孩 吃五杯米杯的 不管是蔬菜水果 他都真的吃不下 对 所以就是小孩子的五 就会修正 那大人就是七杯或九杯 我觉得以现在我们来看 你愿意吃我们都已经觉得很好 管你是蔬菜多一点 还是水果多一点 你先吃就好了这样子 对 所以量可以自己调整一下